海塔拼死魏子 从前有一位猎人 一位专门捕捉海塔的猎人 每天他都会到海边去捉海塔 这一天他刚到海边便看到了一只大海塔 好大的一只海塔呀 今天的运气可真不错 虽然海塔在水里异常灵活 可他上岸后却行动迟钝 所以这位猎人没费什么力气 就抓住了这只大海塔 这只可真大 皮毛也不错 这一身皮毛肯定能卖个好价钱 猎人拨下了这只大海塔的毛皮后 就把尚未断气的海塔藏在了草丛里 准备傍晚的时候再拿走 果然好大一张皮 这海塔真的太大了 就先藏在这儿 等晚上再回来拿 到了傍晚的时候 猎人回来寻找那只大海塔了 发现不见了 奇怪 我明明把那只大海塔藏在这儿的 怎么会找不到了呢 傍晚归来的猎人 寻避了那片草丛 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只大海塔 再仔细一看 猎人猛然发现草地上 依稀沾着血迹 这是 那位猎人沿着草上的血迹去找寻 猎人在血迹消失的地方 他发现了一个小洞穴 猎人看头往洞里一看 不禁大致 原来这只大海塔 忍着脱皮之痛 挣扎着回到自己的家 就是为了 为这两只凹凹待补的小海塔 最耗一口奶 我真的不应该打死母海塔 从那以后 我便放下屠刀 来到这里出家为僧了 饮食最基本的目的是为了果腹 最高的目的是为了美味 而在果腹与美味之间 其相去何止百千万里 可是我们的味觉 由入口到喉咙 只有十几公分 过了咽喉 就什么都感觉不出来了 我们何人 为了这十几公分的感受 而残杀 如此多的生灵呢 这是一位出家僧人 亲自讲述的事情 希望所有见到这个故事的朋友 能把它讲给您所见到的 每个人听 希望他们都可以在 听到这一则故事后 内心会有所触动 进而学习 戒杀 放生 感谢您的观看 消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